80880为群众办实事 那刘女士找到我们说 他们家刚刚铺设的石木地板 居然还没使用就起皮了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跟随着我们的帮忙脚步一起去看一看 这个是什么地板 你看上面就是一层贴纸的 然后插一下它就起皮了 刘女士带着记者来到了家中 刚铺设的地板处观察 可以明显看到 其中一块地板 表面似乎有一层膜已经破损 对此刘女士很纳闷 因为这是刚铺设的地板 但已经有不少出现了问题 对此刘女士马上联系了商家 商家表示这款产品质量没问题 可能是刘女士人为造成的损坏 看到这样的解释 刘女士很不满意 随后反映给了部门 并在部门商家以及自己 三方在成的情况下 选择了几块样品拿去检测 而检测结果让她很意外 3月17号我顺过去的时候 研究人员也按我的写着三层实木 他就按那个上面是漆膜的来检测 结果到3月19号打电话 你这个根本就不是你写的那个 他说他这个完全就是金刚板的 应该只能算是金刚板的面 然后叫我重新进去签字 重新再设置那个检测的项目 你看他这个这几项出来的表面耐磨 他就是不符合标准 这个还有这个表面耐冷热循环性能 研究结果就是有规律 就是不合格的产品 送检的产品经第三方检测 可能是不合格产品 刘女士提出希望商家给出解决方案和赔偿 想把这个地板全部都撬掉 我换成别人家的 我诉求就是跟地板有关的损失 我觉得都需要他赔偿的 他说要去找厂家 那我跟他讲那你厂家 现在不是你微信拍就可以联系了吗 当场可以联系吗 他说不行没那么快的 那么情况是否如刘女士说的那样呢 记者找到了位于苍山区的 有福人家木野门店 店家拿出了自己产品的检测报告 表示他们的产品是合格的 对于刘女士家的情况 商家认为是地板被污染了 此外对于送检结果显示为 不符合标准的产品的情况 商家认为送检的样品 可能也存在被污染的情况 对于目前出现的纠纷 商家给出了解决方案 并且提到若刘女士坚持 他们的产品有问题的话 他们也希望拿刘女士破损的地板 去做检测 以此证明产品有被污染过 为了让结果更具参考性 当天记者也向双方提出 可以针对铺上的地板 以及还未铺上的地板 分别做检测 然而对此双方意见不一 刘女士坚持 刘女士坚持 当记者进一步沟通双方矛盾时 商家又突然提出 当初购买的不是刘女士本人 因此不想再与刘女士沟通协调 别人送我的东西 装在我家里不行吗 那我是实用实用者 东西在我家里发生问题了 当然是我去解决了 你他只要承认这是他的板就行了 在记者看来 商家这样的说法欠妥 因为产品确实是用在了刘女士家 受损的也是刘女士 此外对于产品可能涉嫌到质量问题的情况 商家更应该积极主动为自己证明 之后记者也找到了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介入协调 但截稿前 部门人员回复 商家仍坚持自己的方案 在此我们也希望双方能够友好协商 出现了消费纠纷不可怕 双方都应该各退一步 积极解决问题 帮帮团记者报道